日前有內地遊客在網上發文 說自己在香港玩的時候 在某間粉麵店吃飯 但就發現牆上貼了一張鮮黃色的告示 寫著這五行字 叫客人在進餐之前檢查清楚 所選的菜、數量和粉麵底 是否正確、有沒有錯漏 事主見到這個告示 說香港的餐飲店太過份 有網民認同樓主的觀點 認為店家是有責任 去保證客人收到的食物沒有出錯 而不是叫客人自己檢查過沒有錯才吃 反正難怪香港人喜歡不想消費 起碼不用受氣 消費又便宜些 不過也有網民認為 店方的告示完全沒有問題 想錯了就應該立刻提出 商家無條件更換 結果送錯了還吃完 甚至吃完才找商家 就叫不正當得利 還有香港人為老闆解釋 推測告示是因為有太多西客 吃到一半才投訴少了送 要求更換 不想再吃虧的老闆 就在告示上寫出新條款 就像先小人後君子一樣 減少之後有任何爭拗 到最終身後 不想再看你們 下集見 看見到最終的 下集見 再看見到最終的 約五天 二十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